做Tax Link的小伙伴注意了 现在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很重大的事情 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案子 他是不支持因为欠税 去把原业主的产权拿走 这个案子美国最高院已经处出来决定了 这个对我们做Tax Link投资者是 我感觉是不利的 对原业主是有利的 他是保护了原业主 这个案子就是一个Taylor对Hennepin County的一个案子 那么这个案子是名利苏达州的 这个案子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一个Tax Link的一个事情 其实很简单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搜索 这个Taylor对Hennepin County的最高法院的这个案子 其实我用最通俗的话讲 就是这样的 这个Taylor这个业主 他因为某些原因忘了交税了 然后这个County这个政府 按照这个走Tax Link 把他的房子产权拿走了 拍卖了 就是他房子就没了 那么这个Taylor他不服 他去上诉 上诉到明尼苏达州法院 州法院不支持他 结果他继续上诉 上诉到美国联邦的最高法院 结果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是支持这个原业主的 简单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假的就是这么 这里面有很多细节 我就不啰嗦了 简单我们就讲这个重点的东西 那么这个案子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最终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感觉这个影响很大 这个影响对我们做Tax Link的影响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案子的一个最终的情况 我们把它变成中文来说一下 好 这个就是最高法院 这个泰勒诉赫内平案 最终结果 法院是最高法院认为 明尼苏达州在处理 这个欠税的这个问题程序上面 违反了美国宪法 他说他是明尼苏达州 这个forclosure的这个程序 违反美国宪法了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这个房子 我这个土地或者房子 值一万美元 我欠税欠了两百美元 那么按照我们一般做法 就是说你欠了两百美元 那个拍卖的话 就按两百美元起拍 所以拍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 你没有去赎回 那么就是两百美元 就等于把这个产权就变成了 那个tax令的投资者了 对吧 就这样的嘛 一小不大 我这投两百美元 就有可能去拿到这个价值 一万美元的这个房产和土地 我们大家都这么玩的 一直都是这么玩的 美国其他州也是这么玩的 但是呢 这个最高法院觉得呢 这个不对 最高法院 他说他欠的税 低于这个土地 或者物业的价值 那么你就不可以 把它整个物业拿走 也就是说 我欠了两百块钱 我这个房子值一万块钱 你这个州 政府把我这一万块钱的房子 拿去拍卖抵税 这是不对的 最高法院认为 这是不对的 那么最高法院认为 就是说 就是你政府不能够 没有补偿的情况下 就夺走私人的私有产权 因为因此最高法院 它是保护原业主的 意思就是说 我欠了两百美元的税 我这个房子值一万美元 你政府要把我这个房子 拍卖去抵税 可以 但是两百美元是抵了税了 那么剩下的九千八百美元 最高法院认为 你这个剩下的九千八百美元 这个房产的剩余的价值 要还给原业主 要还给原业主 这就是最高法院的 这个态度 或者说他们的观点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那么 对我们现实有什么影响 已经开始有影响了 我已经收到一个 克罗拉多州 Pubrio County 它就是讲 根据最高法院的这个案子 他们现在已经暂停了 对这个拿 就是过了输回期之后 拿这个tax deed 拿产权 拿deed这个事情 他们已经暂停了 不再处理了 除非是原业主同意 同意这个产权转移 同意放弃产权 对吧 或者说很明显的 这个土地是被荒浮了 没能要了 就是说这个原业主 能也找不着 这是一片空地 荒芜一片 被遗弃了 被抛弃了 这个土地 才可以做 做这个tax deed 否则就 他这个deed都不做了 现在这个 在克罗拉多州 这个Pubrio County 就是因为 最高法院的 这个案子 他们现在暂停了 这个做tax deed 那么进一步 后续怎么处理 怎么做 新的做法怎么弄 现在也不知道 真不知道 那么最严重的 这个不是说 对一个地方 而是他这个整个 最高法院的 这个指导的思想 他跟美国的 这么多州 已有的这些州的 这个tax令的 这个forclosure 这种做法 都是有矛盾的 也就是说 很多州的 整个forclosure的 这个原先的做法 都要改 全都要改 全都要推翻 如果全都按照 最高法院的 做法来做 那么最高法院的 这个做法 这个观点 他是保护了 原业主 但是最高法院 他是联邦法院 他不是靠州 一级拿钱的 所以他保护 原业主 但是州一级的政府 如果这样做的话 保护了原业主 那么我可以说 将来这个tax令的拍卖 就不会有人去拍了 不会有人拍了 为什么 我去拍你这个tax令 我这个资金投下去 两年三年四年 还要打官司 还要找律师 还有一大堆的事情 结果我拿不到你的产权 我还要把这个剩余的 这个这个这个 扣掉他欠了税之后 把这个房屋的剩余价值 还要还给原业主 那我还玩个什么呀 没能玩了 谁还玩这个游戏啊 对不对 我就是为了赚你这点利息嘛 我忙过半天 没有人会愿意 就赚这么点利息的 因为很多投资这个tax令的 它不是为了你这么一点 百分之几的利息 我忙个两三天 就是为了你这百分之几的利息嘛 那不可能的 如果真这么做的话 那么在州一级 county一级 这个欠税拍卖 就不会有人采交 或者说拍卖的人就很少 那么会导致什么 和county一级 这个房地产税 收缴不足 收不到税 因为你收不到税 收不到税的时候 你把这个tax令拿出去拍卖 也没能要 因为人家去拍你这个tax令 是为了赚钱的 是为了拿产权 对吧 你现在最高法院说 这个产权的剩余的价值 还要还给原业主 那大家还玩个屁啊 没能玩了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county和州一级 他的产权的这个房地产税 会收不着 或者说会缺口会很大 很多人都不交税 因为什么 因为我不交税的话 我也只是损失一点点 我原来的产权 你拿不走 最高法院保护我 那这些个不交税的人 那不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态度 他是去保护了原业主 但是他没有去考虑 州一级的政府 以及county政府 这个房地产税 是他们的这个财政的一个资金 当地政府的学校 警察 消防队 这些都是 都是要房地产税里面拿的钱 你这个钱收不着 你这个州政府 county政府 你就无法运作了 无法运作 当然意思 最高法院的这个态度 州一级和county一级 会以怎么样的方式去应对 我感觉州一级和county一级 可能不会百分之一百地 遵守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态度来 这个具体 怎么一个达到一个 一个保护三方的利益 因为你最高法院 是完全保护了这个原业主 那么我们这些tax令的投资者 他不考虑 他不保护 如果你不保护我们那么 那谁还去买你这个 谁还去参加tax sale拍卖 谁还去拍卖你这个tax令 对吧 因为原业主 我就是欠税 我就不付 我被拍卖了tax令了 我也不付 那你这个tax令的投资者 两年回不了本 三年回不了本 四年回不了本 五年回不了本 五年回不了本了之后 最终把这个房子拍卖了之后 房子多余的价值 还要还给原业主 那这个就没人玩这个游戏了 这就没人玩这个游戏了 tax令 tax sale 以小博大 用小钱 最小的投入 来拿到房地产的产权 这个游戏规则 不是我们定的 是美国州一级的政府 美国州一级的立法定的 很多州都是他们定的 他们是为了保证 自己这个财政 从这个财政收入 保证这个房地产税的来源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这些玩tax令的人 是利用了这个法律规则 规则就是定的 你不要说这个规则 对原业主不公平 对什么公平不公平 这个规则也不是我们定的 是立法定的 是州一级的立法定的 州一级的这些立法的人 是你们这些老百姓选出来的 美国是民主嘛 民主是选举选出来的嘛 对吧 所以接下去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但对我们这个tax令的投资者 是很不利的 很不利的 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些 非常严重的问题 会严重的问题 我们讲一下 会对我们这些tax令的投资者 导致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样的话会对一个tax令 刘志全的购买者和持有人 会带来怎么样 会使这个叫做 你无法进行forclosure 因为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会导致我们这个tax令的购买者 持有者 无法进行forclosure 因为你要保护原业主的产权 那我们forclosure走不下去了 对吧 那么forclosure走不下去 那你这个tax令的产权 tax令刘志全的证书 价值就低了 就不值钱了 这个东西没用了 像废纸了 又不能去拿人家产权 原业主 我就是不还钱 你也不能拿它怎么样 你又拿不到产权 这个就不值钱了 那么而且你要把这个刘志全 再卖给其他人的话 也难卖 因为什么 因为人家也知道啊 你这个刘志全拿不到产权的 谁会去买你这个刘志全啊 对吧 所以这个 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将来这个事情到底怎么走向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今天就分享这些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这个讲的比较更加详细 就是说对tax令的投资者 这些风险 最高法院的态度 这个判决 对我们tax令 投资者是不利的 它的后果会是什么 会延迟收到 Deed 我们这个Deed 就会 拿到这个tax deed 拿到这个Deed 拿到产权 就会更慢 更麻烦 更麻烦 比如说像这个 科罗拉多州 它都已经暂停了 这个事情它都暂停了 到底怎么处理 他们可能还在商量 到底怎么处理 那么我们这个 你就没有办法通过 Fort Colossal 指数 来获得超额的收益 以及拿到Deed 就拿不到产权 这就麻烦了 然后就是说 那么我们这个tax令的证书 和获得 那么那些已经 已经比如说 我在上个月 上上个月 或者去年 拿到了这个Deed 我已经拿到了产权了 那么我已经拿到了 这个产权的 就会受到法律挑战 因为原业主 现在有最高法院支持 最高法院支持原业主 那么那些 被Fort Colossal的 那些原业主 都可以打官司了 都打到最高法院 把那些已经 已经丧失掉的产权 再给拿回来了 那这个法律问题 不是麻烦 那么那些 已经拿到tax deed的 已经拿到产权的人 那他只要原业主 去最高法院 打个官司 又能把这个产权 要回去 那这个事情 不就变得很麻烦 很麻烦 很复杂 很复杂 因此他对这个 产权的不确定性 法律的不确定性 对我们tax令的 整个财务回报 都会面临风险 那因为我可能 没有办法拿到回报 因此你在tax令里面的资金 就有可能会出现 无限期的占用你的资金 你没有办法拿到预期的回报 然后我们还要留意 各个州 对这个 最高法院这个判决之后 他们对这个立法的修改 可能每个州都会变花样 到底怎么变 这个法怎么改 也不知道 因为现在不确定 所以那么 你有什么办法 要么你把手头的tax令 这种都卖掉 但是哪个傻瓜会卖呀 真的买的人他们都知道 最高法院这个判决 一串事事串百 大家都知道 那你想卖都卖不掉了 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 这个坏消息 反正我觉得这件事情挺麻烦的 挺麻烦的 我下面把我这个 我这个微信号 我这个微信号 跟我跟我这个 聊这个事情 B-I-N-G-I-W 欢迎大家 跟我聊 OK 拜拜 给大家看